大家好,我是斯文 这是我们太阳系卫星系列的第一期 这期视频的主角是木星的一个卫星 目前,木星已知的天然卫星有97颗 其中最大的四颗卫星被叫做伽利略卫星 是伽利略在1610年发现的 分别是穆威一·埃奥 穆威二·欧罗巴 穆威三·盖尼米德 和穆威四·卡利斯托 这四颗卫星是人类发现的第一批不绕地球转的天梯 这在当时也成了推翻地形数的关键证据 而我们今天要说的就是太阳系火山最活跃的星球 穆威一·埃奥 穆威一的直径大约是3642公里 是太阳系列第四大的卫星 比月群略大一点 它的密度是太阳系所有卫星里最高的 引力也是最强的 因为它几乎没有冰 这也是它很独特的一个地方 大多数外星型的卫星都有很多的冰 但穆威一几乎全是金属和岩石 所以它的含水量自然也是太阳系最低的 我们第一次近距离的看到这颗星球 是在1973年的12月 当时先锋十号首次飞越了木星和它的卫星 拍到了包括穆威一在内的很多木星卫星的照片 但是由于当时的拍摄时机 光线角度这些条件都不理想 所以拍到的穆威一土像质量很不好 完全看不出穆威一有什么特别的地貌 更别说发现火山了 人类真正看清穆威一是在1979年的3月 旅行者一号传回了第一张清晰的穆威一 进行照片 在分析这张图片的时候 旅行者号的工程师之一 琳达·莫拉比托发现 穆威一的边缘有一个模糊的雨流状物体 他最开始还以为是影子或者是图像有问题 但是进一步分析确认之后 他在穆威一的表面发现了9条这样的雨流 这些雨流不是影子也不是图像有问题 而是一个一个高达数百公里的岩浆柱 就这样人类第一次在地球之外发现了火火山 六个月之后1979年的9月 旅行者二号从距离穆威一 113万公里的位置上飞过 虽然旅行者二号没有旅行者一号那么接近穆威一 但是从两个航天器拍摄的图像对比结果来看 这六个月的时间里 穆威一上的这些火山也发生了一些变化 在三月份观测到的九个雨流中 有八个在九月都还是活跃的 只有佩雷火山在这期间关闭了 穆威一上有400多座活火山 佩雷火山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一座 它在穆威一背向木形的一面 大家看这张图片 这道红圈围着的就是佩雷火山 这里就是它的火山口 佩雷火山爆发的时候 岩浆柱的高度可以达到300公里 图片右上角这一大片像雨一样的东西 就是佩雷火山喷发形成的雨流 也就是当初琳达发现的雨流 但是更让人印象深刻的 是它周围的这道红圈 这是火山喷发的时候 带出来的硫磺在空中冷却 沉降之后留下的 这道红圈的直径有上千公里 是整个穆威一上最显眼的一个地方 穆威一上的火山跟地球上的火山 是有很大区别的 首先是喷发高度和喷发物的形状 大家看这张图片 这是佩雷火山和地球上1883年 喀拉喀托火山爆发时候的对比图 因为穆威一几乎没有大气阻力 所以火山的喷发物不会立刻落下 而是会像烟花一样在真空中展开 而且这些喷发物会直接进入到太空 有些火山喷发的高度 甚至可以达到300到500公里 而地球火山的喷发高度 一般最多几十公里 其次是岩浆的温度 地球上的岩浆主要是硅酸岩的融融物 温度一般在700到1400摄氏度之间 冷却后会变成玄武岩等岩石 而穆威一的岩浆虽然主要成分也是硅酸岩 但是铭和铁的含量要比地球岩浆高很多 而且温度一般都在1400摄氏度往上 有些火山 比如洛基火山和佩雷火山 测得的岩浆温度甚至高达1700摄氏度 这是目前发现的太阳系最热的岩浆 跟地球早期刚形成时的原始岩浆很像 这些岩浆冷却之后 还会挥发出各种含流的物质 形成现在大家看到的这种五颜六色的表面 导致经常有人说 穆威一好像一个烂橘子 但问题来了 穆威一既没有地球那样的板块运动 也没有足够的太阳光给它提供能量 它为什么会有这么强烈的地质活动呢 其实它的能量爆发来自于一个非常特别的机制 叫潮汐加热 穆威一是木星97颗卫星列 离木星最近的 所以它会受到木星强大引力的拉扯 同时它又跟穆威二和穆威三 处于一种叫拉普拉斯共振的轨道关系 这是一种三个或者三个以上天体之间的轨道共振关系 它们三个之间的轨道共振比例是4比2比1 就说每当穆威三让木星转一圈 穆威二就会转两圈 而穆威一就会转四圈 这个共振会让穆威一的轨道 保持一个很微妙的椭圆形轨道 而不是一个完美的正圆 所以在穆威一让木星公转的过程中 它离木星一会儿近一会儿远 再加上木星引力对它的拉扯 就导致穆威一的内部不断的被挤压拉伸 再挤压再拉伸 最终这种潮汐作用产生的摩擦热 让穆威一的内部不断升温 就形成了剧烈的火山火动 这就是所谓的潮汐摩擦加热 就好像我们不停的去弯曲一块铁片 它会慢慢变热一样 更夸张的是 穆威一经历的潮汐力 大约是地球上月球引力的两万倍 这种拉扯效应会让穆威一的表面 在每次公转的过程中 上下隆起最多可达一百米 它就像一个被反复揉搓变形的皮球 内部自然热的发烫 这就是为什么它会成为 全太阳系火山活动最剧烈的天体 在旅行者一号去到穆威一之前 科学家以为穆威一的表面应该是跟月球 火星水星一样 到处都是密密麻麻的陨石坑 因为这些陨石坑的分布密度 一般可以用来判断一颗天体的地质年龄 陨石坑越多 说明这个天体就越古老 越死气沉沉 但当第一批图像传回地球的时候 科学家都惊呆了 穆威一表面几乎没有明显的陨石坑 而是一片光滑的平原 平原上有各式各样的火山口和岩浆流 这并不是说穆威一从来没被陨石撞击过 火山喷出的物质 可能把原本存在的陨石坑全都覆盖掉了 在平原之上还有很多高山 据统计 穆威一有100到150座大型山体 平均高度在6000米左右 其中最高的一座山叫布阿索利山 它高约17.5000米 是地球上珠穆朗玛峰的两倍高 这些山的形成和地球上的板块挤压有些类似 是从穆威一的地壳中被硬生生顶起来的 更有意思的是 穆威一上山多的地方火山反而少 火山多的地方山又不明显 这说明穆威一的地壳是分区域的 有的区域是以压缩为主 就更容易形成山 而有些区域是以拉伸为主 就更容易形成火山口 不过穆威一上的这些山 虽然很高大很壮观 但几乎我们有一座是完好无损的 它们全都处于不同程度的退化状态 很多山体的山脚下 堆满了滑坡和崩塌下来的碎石块 说明这些山经常经历大规模的山体滑坡 在地球上 类似的地质现象 一般是出现在地震带 或者地壳结构比较脆弱的地区 但是在穆威一上 这种滑坡似乎是常态 科学家还发现 很多高原或者山地的边缘 都呈现出一种扇贝状的边缘 就像是被一点一点啃出来的一样 这可能是因为穆威一的地壳 含有大量的二氧化硫 而二氧化硫在真空的环境下 很容易升华 导致山体边缘松动 就会出现崩塌和滑坡的现象 最终形成这种不规则的锯齿状边缘 穆威一的火山这么活跃 那它有大气层吗 有 但是非常非常细薄 它的大气压非常低 只有地球的十一分之一左右 主要成分是二氧化硫 还掺杂着一些一氧化硫 氯化钠 以及原子胎的硫和氧 这些气体大部分都来自火山喷乏和地表升华 穆威一的大气还会随着时间 地点 阳光和火山火灯不断变化 比方说 白天赤道附近 和面对木型的一面 气温就会比较高 地表双层中的二氧化硫升华之后 大气也就会变浓 而到了晚上 气温降低 气体会重新凝结 大气也就会消失 穆威一晚上的大气压非常非常低 几乎就是真空 由于气压太低 穆威一的这层大气 对地表几乎没有任何保护作用 也无法形成风和天气 它唯一的功能就是在白天 把二氧化硫从双多的地方 搬到双少的地方 穆威一的大气也不仅稀薄 而且很不稳定 几乎随时都在逃逸 因为木型的磁场非常强 会不断地扫过木威一 就像是吸尘器一样 把木威一大气里的气体吸走 据估算 大约每秒就会有一吨的物质 被木型的磁场带走 所以木威一必须不断地补充气体 否则它的大气层 很快就会一点不剩了 最主要的补给方式 我们刚刚说了 有两个 一是火山喷法 尤其是像佩雷火山 那种大型的火山口 它们平均每秒 能喷出上万吨的二氧化硫 虽然大部分最终还是会凝结回到地表 但是也有一部分能暂时维持大气密度 另一个就是地表双层的升华 当太阳光照射到木威一的地表 动辄的二氧化硫就会升华 变成气体 来维持白天的大气浓度 更神奇的是 当木威一进入到木星阴影的时候 就是我们说的日识 它的大气会发生一种肉眼可见的变化 由于木威一的表面温度 在没有阳光照射的时候会迅速下降 原本升华成气体的二氧化硫 会立刻重新凝结为霜 落为地表 科学家在地面望远镜中发现 每当木威一从木星阴影里走出来的那一刻 它的表面会突然变得比平常更亮 就像是被一层霜覆盖了一样 这个现象被叫做日识后增量现象 大约15分钟后 阳光再次照射到木威一表面 这些霜又开始升华 亮度就会逐渐恢复正常了 虽然木威一的大气非常稀薄 甚至在晚上还会几乎消失 但它也并不是一点存在感没有 相反正是这层稀薄的大气 在木星磁场的作用下产生了激光 科学家在木威一进入木星阴影的时候 观察到了激光现象 不过不是在两极 而是在赤道 木威一也没有磁场 所以来自木星磁场的高能电子 就可以很轻松地穿过它的大气层 尤其是赤道附近 这儿的带电粒子穿透的大气层路径是最长的 碰撞最多 激光也最亮 原理上它和地球激光很像 都是高能粒子撞击大气产生激光 但不同的是 地球的高能粒子主要来自太阳风 而撞击木威一的高能粒子 是木星强大的磁场 在1979年 旅行着1号和2号飞越木威一之后 人类才知道 这颗星球远比我们想象的要活跃很多 为了进一步研究木星系统 NASA在1989年发射了加利略号探测器 经过了6年的太空飞行 在1995年 它才正式抵达木星 不过木威一也并不好靠近 它正好处在木星最强烈的辐射带里 任何探测器只要靠得太近 都可能会受到很严重的干扰 所以在刚到木星之初 加利略号只是快速的飞越了一下 甚至都没来得及拍照片 但是这次飞越 还是有了一个很重要的发现 就是木威一有一个大型的金属贴合 结构和地球火星这种类地行星很像 虽然之后因为天线故障 加利略号的数据传输受到了影响 但是它在每次绕木星轨道运行中 持续远积旅的拍摄木威一 几乎每次都能看到新的火山活动 而且它还记录到了一次特大火山爆发 喷发的地点叫皮栏火山口 也正是在这次的喷发物中 加利略号发现 木威一的演讲是高温的硅酸岩演讲 而不是想象中的流 而且演讲中还含有大量的铭和铁 原定的两年任务完成之后 加利略号的任务被两次延长 在1999年到2002年之间 它一共对木威一进行了六次近距离飞跃 这一次终于拍下了大量高清图像 还记录到了多种不同类型的山外结构 还有雨流的升腾 地表滑坡 演讲的冷却和沉积 甚至精确到了哪些火山是正在喷发中的 从它传回来的数据里 科学家第一次真正的对木威一 有了一个完整的认识 木威一是一颗像地球一样 有持续的地质活动 表面不断演化的活跃星球 2000年的12月 卡西尼号探测器在飞往土形的途中 在木形系统短暂的停留了一下 并且跟加利略号进行了一次联动观测 在木威一的特瓦斯塔火山群 发现了一道全新的火山预留 再次证明木威一上的火山活动 并非偶然爆发 而是随时都在进行的 2007年2月28号 正在飞往冥王型的新视野号 经过了木形系统 在这次飞跃的过程中 他把相机也对准了木威一 又给我们带来了一些很震撼的图像 其中最让人关注的是 他捕捉到了特瓦斯塔火山 喷出的超大型御流 这是自1979年旅行者一号 记录下佩雷火山爆发以来 人类再一次清晰地观测到 木威一上最大级别的火山活动 目前还在运行的 能持续给我们更新木威一信息的探测器 只剩下诸诺号了 它在2011年发射 2016年正式进入木形轨道 它的主要任务目标并不是木形的卫星 而是研究木形的内部结构 磁场还有极光 它最接近木威一的一次 是在2020年的2月 当时它距离木威一19.5万公里 属于远观但不接触的阶段 直到2021年 随着诸诺号轨道方向的慢慢转变 它终于开始靠近木形的四大卫星了 在2023年12月30号和2024年2月3号 诸诺号分别完成了两次 只有1500公里高度的超近距离飞跃 这也是自2007年新视野号之后 人类再次如此近距离的接触木威一 在去年12月27号的近距离飞跃过程中 诸诺号用近红外成像仪拍摄了这张图像 这是木威一南极区域的近红外图像 图片中最亮的这个地方 也就是南极偏右的这个位置 是一个巨大的热源 NASA官方给出的估算是 这个热源的面积比地球上的苏比利尔湖还要大 这个湖是地球上面积最大的淡水湖 这很有可能是一个正在剧烈喷发的火山 或者很多个火山口汇聚成的超级热源 除了诸诺号 目前还有两个木星探测项目 已经在执行中了 第一个项目是由欧洲航天局主导的 木星兵卫星探测器Juice号 它已经在2023年4月成功发射了 预计也会在2031年7月到达木星系统 并且最终会进入木威三盖尼米德的轨道 第二个项目是NASA的欧罗巴快船号 它的主要目标是木威二欧罗巴 寻找木威二上是否真的有地下海洋 这个探测器是去年10月份发射的 预计也会在2030年到达木星系统 这两个探测器的主要目标 虽然都不是木威一 但在飞跃的过程中 也会顺便观察一下木威一的情况 其实NASA曾经提出过一个专门探测木威一的项目 叫木威一火山观测者号 当时它是跟金星的两个项目一起提出来的 但是很遗憾 最后NASA选择了金星的两个项目 木威一的这个项目就被放弃了 好吧 这期视频就先到这了 下期视频我们将去往木威二欧罗巴 这是一个跟木威一性格完全相反的星球 在那里也许有人类一直在找的外星生命 感谢观看 我们下个视频见 写下距离